這直線叫做L 那我有一個N向量 它不等於0向量 認了一個不等於0向量的一個向量呢 只要它跟L垂直 這有個向量跟L垂直 這個N向量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法向量 那從這裡來看會發現 但是跟直線L垂直的向量會不會只有這一個 不會 那可能這裡有一個 這裡可能會有一個 但是方向呢一樣 但是比較短一點而已 當然我有沒有可能比較長 也是怎樣 也是垂直的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其實我L的法向量呢 會有無限多個 但是有的短有的長 但是這些法向量通通會互相怎樣 垂直平行 互相會平行 都會跟L垂直的 這樣就這意思吧 好 假設L上面有一個點 把它叫P點 做標加S0 Y0 那我們這裡有學過向量的一個觀念 向量內積的觀念 如果兩個向量呢 垂直的話 內積會點多少 兩個向量如果互相垂直的話 互相垂直的話 夾角是幾度假 90度嘛 那按照向量的一個 內積的一個公式的話 A向量跟B向量的內積會等 A'再B'再乘的cos C' 那如果垂直的話 cos90度等於多少 0 所以兩個向量如果垂直的話 他們的內積會等於0 那等一下我們用這個觀念 來找一下有的方程式 好 所以在這邊 我們給各位一個條件 好 假設L上個一個點 我給它P點 P點的座標叫做S0 Y0 然後再給一個把向量 L的把向量 我們把它叫做N 然後我給它一個座標 叫做A跟V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怎樣的方式 把L表示出來 剛剛看到這個地方 P點是在L上面 然後假設有另外一個點 叫做Q點 Q點座標叫做SY 那這時候N向量跟PQ這兩點 所形成的PQ向量 會不會互相垂直 PQ是不是在L上面 所以PQ的向量 是不是可以當做L的方向向量 所以L的方向向量 跟我的把向量 這兩個向量會互相垂直 所以在這邊 我把PQ的向量寫出來 PQ的向量Q點僅到P點 Q-P 所以S-S0 Y-Y Y-Y PQ在L上面 所以PQ的向量 可以當做L的方向向量 它跟法線互相垂直 所以N向量跟PQ所形的PQ向量 這兩個內積會等多少 0 所以我會這樣子寫 N向量內積PQ向量會等於0 所以直線內積 內積的話 是S座標向成加Y座標向成 所以S座標A乘以S-0 A乘以S-S0 加上V乘以Y-Y0 這個就是一個磁線L的方程式 這樣就可以了解 如果把它盛開的話 你會發現以後就看到我背了 A-S加上VY 然後這裡有一個A乘以S-S0 負A-S0 負VY0 負A-S0 負VY0 那我把負號提出來 所以負的A-S0 加上VY0 那等於0 所以這個是直線方程式的公式 所以我後天如果看到說 我今天給你一個直線的把項量 A跟V 那方程式就可以寫了 A-S加上VY 那這個地方是長出項 那長出項A-S0加V-0 我們得到 就是把把項量A點 S座標跟Y座標 跟我們L上面的點的S座標相乘 Y座標跟Y座標相乘 A-S0-VY0 你就可以找出來回它的值 所以這個是直線方程式的一個找法 給你把項量給你點 我們有一個名字叫 有一個點有一個法項量 這個叫做點向式 以前他講直線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講四個公式 點斜式、2.4、斜斜式、結局式 有四個你們家都問光了 那現在第一個講到的就是點向式 用向來講 有一個點有一個項量 所以這個叫點向式 點向式的公式 好 今天把它補充一下 然後我們用來看一下底下的立體